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云南贵州大山里面很多的长寿老人,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 竟然是白萝卜加乙物,经常吃一吃,能够很好的预防癌症, 抗癌,防癌,并且能够增强生产的抵抗力,增加免疫力, 而且能够很好的对抗癌症。 我们先来准备一颗白萝卜。 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下吃姜。 天气慢慢冷了,我要多吃一些白萝卜,对这里的好处很多的。 白萝卜能够促进消化,止咳化痰,硬尿通便。 白萝卜是比较常见的蔬菜,生可以吃,手也可以吃的。 其中含有芥子油,粗纤维,淀粉酶,胃心,性凉,乳肺,胃经, 可以用于治疗或者预防一些疾病的。 白萝卜中的纤维素比较丰富的。 硅肺胃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消化, 加快食物的消化还有吸收的。 减少脂肪的堆积,增进食欲, 帮助改善胃部痛胀,食肌,消化不良的症状, 而且其中的热量比较低, 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身体的肥胖。 减肥期间,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白萝卜的。 白萝卜具有一定的止咳化痰的作用, 可以用于帮助改善肥热所引起的咳嗽、咳痰、咳血等症状。 可以将白萝卜和冰糖煮水饮用, 放凉之后饮用就可以了, 可以帮助调理身体。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咳嗽、咳痰的症状都能够逐渐地减缓。 白萝卜中水分比较多达, 具有一定的利尿通便的作用, 能够帮助改善小便不利或者是排便困难、排便疼症的症状。 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白萝卜, 即使补充白萝卜中的营养物质。 现代营养学认为, 白萝卜中的维生素C、微量元素C, 有助于增强进体的免疫功能, 提高抗变能力。 介绍油能够催进肠胃的蠕动, 增加食欲,帮助香化。 淀粉酶能分解手中的淀粉、脂肪, 饮助香化。 木质素能够提高巨氏细胞的活力, 吞噬癌细胞。 多种酶能够有效地分解致癌物质压硝酸胺。 白萝卜是可以起到抗癌的作用, 因为白萝卜中所含的一些木质素 可以提高细胞的活力达, 也可以吞噬一些吞噬细胞的能力。 所以一场生活中, 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萝卜达。 再准备两颗香菇。 香菇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同时能够起到补充营养的物质, 并且对于便秘能够起到辅助调解的作用。 香菇当中的含有氨基酸比较丰富, 比如当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精氨酸。 香菇当中的这些氨基酸成分, 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吃了香菇以后, 能够促进免疫细胞生长, 可以帮助自身的比抗力提高大, 能够降低感染疾病的发生几率。 香菇是属于一种含有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食物, 其中不仅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 以及膳食纤维成分, 同时含有多糖成分, 吃了以后能够补充不同的营养成分, 可以预防体内的营养物质缺乏, 也可以帮助营养物质缺乏得到改善。 香菇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 在吃以后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 加上到内容物的分解和吸收, 可以帮助大便干燥, 以及排便困难的便秘者得到改善的。 香菇具有很好的银和烧脑的作用, 能够妨碍抗癌, 香菇含有甲盐, 香菇腺飘凌, 香菇多糖, 可促进胆固醇代谢, 香菇手间有盐环衰老的作用, 香菇的提取物对氧化氢有氢主的作用, 可盐环衰老, 另外香菇含有妨碍抗癌的作用, 香菇均含有双链结构的核糖核酸, 这种核糖核酸进入到人体后, 会产生具有抗癌作用的一种干扰素, 并且香菇含有腔血脂抗血栓的作用。 研究发现了, 香菇腺飘凌和香菇多糖, 均可促进胆固醇的代谢, 降低它在血缘中的含量, 对于一些惯性病, 动脉硬化, 或者一些高血液的患者, 都有了预防作用, 并且香菇中含有大量的加盐, 还有其他的矿物质, 这个是被视为防止酸性食物中毒的一种理想的食品。 再准备一把枸杞, 我们把枸杞洗干净, 中医认为枸杞具有补肾易经, 养肝明目, 补血安神, 生经止咳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肝肾阴虚, 腰虚酸软, 健忘, 容易疲乏, 目眩, 头晕, 消渴, 已经等病症, 首先有养肝明目的作用, 因为枸杞中含有特别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B1, 维生素A, 维生素B2, 可以起到保护眼影的作用, 常用于治疗失误昏花和叶芒症, 另外, 枸杞子有抑制脂肪肝, 促进肝细胞生的作用, 所以枸杞就有养肝明目的作用, 枸杞就有盐化上脑的作用, 因为枸杞子中含有特别丰富的枸杞多糖, 维生素E, 维生素C和黄铜类成分, 枸杞多糖及维生素E, 都具有盐化上脑的作用, 能够对抗自由基过氧化, 减强自由基过氧化损伤而引起的盐化上脑的作用, 具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因为枸杞子中提出的甲醇, 病醇, 乙酸等具有胶压作用, 并且枸杞子能够降低血润的胆固醇, 软化血管, 防止动脉硬化等具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接下来帮我们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中小火煤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 这道茶我们可以全天饮用的, 当我再茶饮来喝, 渴了就喝, 渴了就喝, 这道茶不需要放糖也不会放盐的, 喝起来清淡爽口特别的好喝的。 经常喝一喝这道茶, 能够含有的防癌抗癌, 对我们生育的好喝是很多的。 特别中小年朋友们, 可以多喝一些, 这道茶做法也比较简单的。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